自从李小龙到夜宿门之后 包真是一将到底啊 出轨风波还没骂完 就被翻出歌词低俗 新华网 紫光阁 洪青团 央视网中央等两媒共同发生批评 现在已经全部下架 前段时间被拍到有包低调返乡 口罩帽子装备的那是一个严实 回家乡演出被认出来后 大家一直在台下谩骂 嘲笑 尴尬的不得已被赶下了台 除了他自己被封杀 整个嘻哈界都遭殃了啊 给参加歌手也被劝退换了人 红花会这个组织更是惨了 红花会的创始人之一丁飞发博 表示自己准备去送快递 微博简介也改成了知名快递员 巨丁飞透露 红花会的另一创始人 但可也已经病倒了 前段蛋壳直播还很挺po呢 还说几年前的歌 圣诞夜现在拿出来封杀 那中国说唱剑的封杀一大片 还说是被人整了 但整不死将继续出歌 Gate因此被连累 很多网友表示很心疼啊 今天是谈优先封杀一大片的歌 优优先封杀一大片的歌